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预产嘉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7互联网明日常驻选者 吴建成院士为我们带来精彩分享 为从吴院士 非常高兴 今年再一次要来我们这个八位 来做一个报告 和大家分享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刚才这个吴院的这个吴奔权院士 给了全球互联网 和网络技术化的趋势 特别强调了中国 下载互联网行动计划 就好这种方法 我原来定的这个欢迎题目呢 是IPv6 下载互联网 集体结构创新的基于挑战 但是正在准备过程中呢 这个前天啊 国家发布了推进互联网协议 第六版IPv6的这个 规模型互联网的行动计划 使我这个讲解的内容呢 可能就有进一步的这个变化 我想我呢 基本上SR表原来的准备 还是在这个发言的后半步 来要强调一下 关于新闻计划和 互联网体系结构创新的一些关系 我们知道贵量正在创展成为这个 一个新的网络空间 就是我们所说的民物空间 以及这个东亚和北以后 人类生存发展一个重要的虚拟和现实 结合的一个空间 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呢 特别多的这个名词和技术热点 刚才这个委员讲的从这个产业 从这个全球的大力发来趋势了 这样的他的情况 从技术角度来说呢 这些新的词汇呢 实际上都是还是有 要明确的结构的 是吧 我们对这些词汇呢 不能混成一团 是吧 应该把它分成 基本可以分三个团 一部分是技术 最技术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 基本的计算代言和计算代言上的软硬件 加上我们的银件的互联网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通用的一些技术 现在我们最热门的技术 其实都是通用的技术 就是对任何一个行业 它都很用复 早期的云计算 互联网 智慧城市 大数据 人工之类 现在还有是新的更大的词汇 云计算也又出现了边缘计算 它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 分布式的这个计算方式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通用的技术 支撑他们之上的 就是他们支撑的这些技术呢 是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个 应用技术 应用的造成一个行业 向我们国家的互联网 加了什么计划 13个导演的这个应用 另外呢 许多互联网公司 我们现在所说的互联网公司 在拿着当中这个产地 特别高的互联网公司 其实大量的在应用的领域 所以他们随时拿下面的这些热点 去调整自己 对吧 随时调整自己 有什么热点 他们就变成热点 这个他们是可以把这些新技术 很快用于他们 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和业务 这是整个这个形态 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 这个五彩兵分的这些技术的时候呢 一定要分清楚他们的结构 今天呢 我可能更多的想 想底层的这些技术 是吧 我觉得这个上面的这个热闹技术 中国用的也很好 是吧 我觉得我们不怕太多的精力 主要是底层的技术 我觉得这个上面 因为越广泛 越深入 越大 这个老百姓收益越多 但是最底下的要求呢 就越高 所以我们呢 应该是 这个阶段里面呢 其实最下面的技术 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最底层的技术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计算系统 达到这个超低计算机系统 像我们的神州太平 神兵太平之光 神兵太平之光 这一块计算机 小到我们手里的手机 甚至传算器 这些计算技术 其实是最重要的 另外这个计算技术上面 应用的是软件 我们也知道软件是在 就这样的系统 在转的地位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 连接这些计算机 和软件的互联网 我们说的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呢 当然它使用了 其他的公共手段 来实现互联网 互联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里面呢 其实 每一个技术呢 我们在这个 技术的掌握方面呢 中国还是有原因 就要打个差距 像这个计算系统的 CPU 至今我们没有掌握 我们找了很多事情 为了计划 到现在为止 不能说我们的 CPU已经掌握 而远远没有掌握 还有一个是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 是操作系统 是它最核心的 至今为止 我们的操作系统方面 还作为不动 所以我们真正手里 拿着软件系统 是吧 硬件 最核心的硬件系统 和最核心的软件 是掌握在其他的手里 中国的掌握还是比较差 还有一点 互联网 我们互联网现在用的 比较多 所有的互联网经济 现在连软件都说 全是互联网 互联网 但是互联网的核心就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掌握了物料理由的技术 我们在核心之上有多少发言权 我觉得这会儿 可以更深层次的发明 这个现状 国家发布这个 下来的物料 IPU-E6 行动计划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 发现和了解 物料核心技术 一个重要的机会 为什么国家去 推动这个IPU-E6 IPU-E6 在整个物料里面 其实是属于底层的 不是高层的应用 那为什么要追踪它 我觉得这个就反映了 互联网和它核心技术的 在这个整个 互联网经济发展中 就有非常重要的地理 因为上面的一些技术 实际上都存在在互联网上 但是互联网呢 一开始的互联网 几层年前的互联网 就没有想到现在的 应用这么多 所以它面临的技术挑战 是非常多的 我们常说的挑战 最主要是五方面 一个是可扩展性 互联网是远远没有想到 当初的状况 我们讲台语位就是说 常常谈到的只是 IPV6比较略是多了地质 其实多了地质 其实多了地质 这件事情呢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地质空间大以后 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 去寻职 变成一个理论和实践 工程都非常大的 是吧 就是IPV6地质空间 IPV6地质空间 有几个数量级的差别 那么它的这个 基础难度 和理论难度 都大量增强 不是我们简单的 有个大的空间 我们随便造就可以了 这个寻职是带着其他 所以可扩展性 是互联网的第一大部分 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 第二大部分呢 就是安全性 我们知道这个 安全性是目前互联网面对最大的 是吧 上下的所有的应用技术 出现安全漏洞 其实是追根道理 很多都是发自于底层的 那么底层的安全性 到底为什么暂停了 是因为早期的互联网和设计 就有很多的安全缺陷 那么目前我们的很多安全公司 安全技术实际上 都是基于现在的互联网 来解决安全的 是致病的 没有说咱们整个 弄到一个新的互联网的安全机器 所以这是我们安全层面前的最大的问题 有了IPV有V6以后呢 这个安全性是呢 有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但是需要人去住 不是先整个摆在那里 可以用它来 还有就是高性能 我们永远觉得现在 工业网是慢的 永远需要慢 但是快速更别人啊 不简单 是一个传输速率很快 其实物料的很多部分 影响了物料的性能 我们需要找出来把它解决 另外还有实施性 刚才说了 这个工业物料 特别已经发布 工业物料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是希望有实施的工程 就是很多工业工程系统 实施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般的互联网 老百姓互联网 其实我们就要去拥抱 经历而为 那工业互联网 怎么去实现实施性 这次就面与中纳抗争 另外一个就是移动性 我们现在常常说移动性呢 就是用我们手机来上 其实我们知道 大家老百姓 更多的是希望WiFi上 因为WiFi又便宜又快 对不对 用这个3G 4G 5G 这个收费很贵 当然在大路上移动的时候是好 但是它有很多这个缺陷 所以移动互联网的这个 这个概念也是多足够 如果我们有更加便宜更加开手的 移动的上方 像WiFi这样的上方 我的意思是大家更喜欢的 所以这些挑战 其实在互联网的底层 都是实施各个面 始终在不断地完善的 所以这是互联网的 要解决的这个 要解决的这个 要解决的这个素性技术 那么这些核心技术呢 其实在这个 习总冲击去年 这个4月19号的讲话里面 特别谈到 物料的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一轮 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一轮 是吧 那么到底什么是 物料的核心技术 是吧 刚才说这么多挑战 那么多挑战的解决 解决什么问题 这些挑战就可以 因而解 是吧 我们就是 这就是物料的核心技术 所以物料的核心技术 能够不同人的 不同的这个认识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把 一个诚心理 实际上 物料的核心技术 是物料的体系结构 物料的体系结构呢 是研究物料 各部分的组成和相互 关系的一个选择 那么它呢实际上 这核心是在网络上的传统上 而不在网线的运用程 也不在传输的这个 通进程 实际上是在中间这一层 那中间这一层呢 它是保证这个全网的功能 成像其下 是体结构和合计的 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网络程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网络程其实有三个要素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呢 传输格式 就是我们早期的IPv4 是现在物料的传输格式的定义 IPv6呢 仅仅定义了新的传输格式 没有其他的定义 就定义了传输格式 但是这两个格式的定义呢 实际上就把网络程 它过了一个新的一代 所以传输格式呢 是网络程的最基本的要素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转化方式 物料的成功转化呢 实际上是互联网 剩余其他同性手段 和网络手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这个物料的成功转化呢 到现在呢 是从4 和网络到6 这个转化方式 还是没有变的 没有认识 这个物料的好处 我就会一一变解 最后一个呢 就是路由控制 在传输格式定义的情况下 在物料的转化方式定义的情况下 路由控制成了物料 的一个巨大的创提点 这些创提点恰恰是我们 解决这几个中大挑战的出战 所以这解决物料的核心问题呢 实际上你要回到这个来 来转化 它的难度呢 就是传输格式相对稳定 但是呢 从转化方式也相对稳定 基本上就没什么改变 那么在这个之下呢 物料必须不断的满足应用 和通讯带来的挑战 来达到全网最后 物料是个屏幕场 所有的应用都在一个物料上 所以这个的平衡是非常较重要的 我们常常说不要有这个毛病那一个毛病 那你要看全局 它的全局实际上是不是平衡的 是不是最佳的 如果它中国更名称它是最佳的 那你就最佳 我们不能 就先责备 它某一方面差 那你看它会不会有另外一方面更好呢 我觉得这是它现在的难度 但是不是说有这个难度以后 我们就不要去用这个挑战 我们还是要用这个挑战 在应对挑战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知道是一结果呢 它是一个在创新中不断的发展 而不是一个一代一代的明显一代 我们说布料站 到现在为止 我们说下一代 此时IPV4不断 就采取了下一代 这个差不多三十多年 那我们没有这个移动动力 这个技术发的那么快 是吧 2G刚用完 3G刚刚用 就变成4G了 4G还没用 我们变成5G了 我们没有那么快 布料是很慢的 几十年都不变 在这个里面呢 是九十年代初期的IPV6暂时的 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初期 因为九十年代初期 恰恰是互联网 基本成功在全球 人们只要在全球发展的互联网 感觉到地质空间不够 安全不好 许多互联网的这个特征 在早期的设计当中 都没有把它优化 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呢 在全球技术链的这个 大列室协联网下 把它设计了 新的一代的设计 实际上我们基地 是一个地质空间的扩大 还有安全性的问题 还有这个 控制元素的这个设计 都修改了去 包括这个 分组的这个包的大小 是可变的还是可变的 是吧 现在的IPV6 是变成可变的 很可变的 早期的是可变的 是吧 其实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我们过渡到IPV6 不要仅仅认为 这个地质空间扩大 它有许多的变化 包括加密的安全性 和真效性的安全性所属 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现在 就是在这个 九十年代初期 定打IPV6以后呢 一直退化到今天 二十年以后 才在全球爆发时候 是吧 蓄势待发二十年 是吧 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 当然我们中国是 其实也是 一个起了很早的角色 是吧 现在可惜 发生不太好 中间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 零五年左右 是吧 在美国呢 其实发起了一个 未来的爆料理由的计划 是吧 要这个 推翻现在的爆料 搞一个新的爆料理 叫clean state 是吧 所以这个对大家影响非常大 在学术界也影响很大 是吧 所以大家都愿意吹鼓 都愿意去追寻 啊 这个是好的 但是呢 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呢 对这个IPV6本人的发展 是起的 一定的影响 是吧 政府也推动 那么产业在跟踪 是吧 再加上一些炒作 等等 但是十年下来 这个美国未来物料计划 其实没有形成 没有产生 是吧 它仍然是在 IPV6上发展 这是实际已经被证定的 但是中间这段的这个波折 其实影响了IPV6差点 不光是从国际上 就受到的影响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物料的体系结构呢 就面临一个新的超级平台 原来是在IPV身上 来解决物料的 自己的同化抗战 那么现在呢 就逐渐的沟通到IPV6上去解决这个道理 IPV6呢 确实给我们解决物料的 挑战了 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平台 它的平台呢 实际上就是 第一个 把四的传输核实变成了六 第二个呢 是露短方方式的一路面 那么这些平台的这个挑战的解决呢 就在新的路由上 马上的变质上 上开 这是我们现在超级的一个大路面 解决那些问题都是 在这个里面有三个标准 要研究的内容 一个呢 就是要有大部分的实验场 实验平台 新的技术你要进行实验 互联网上呢 虽然是进行这个发展的那种超级 但是它现在需要一个大部分实验 实验以后呢 才能真正在商业上的互联网上 第二个就是核心装卫 互联网 互联网的核心装卫是要不断的去 突破这个摩尔零 这个因为光传送和速度流量的增长 自己摩尔零就大了 所以我们必须用这个现在还不能突破的 这种微电章的技术呢 来实现这个其他方面的突破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创新 就是在漏洛控制上 所以漏洛控制是互联网创新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力图里面 在这个漏洛控制上 你可以实现扩展性 可以实现安全性 可以实现实时性 可以实现运动力等等等等 这个漏洛控制实际上是互联网创新的一个大平台 也是提起结果的核心中在的 在这个历史上 你看互联网实际上 从这个三个要求上网络上 这个传送哲势呢 就是八十年代初打FV4 到九十年代初打FV6的电话 其实没有多大的电话 即打FV6 往后延续多少年 现在很难 很理想 估计十年二十年 都不会 因为刚刚开始的大平洛控制 无被这个停止下来 第二个传送哲势的方式 在八十年代 在早期 为了贷送手续的方式 在九十年代局势以后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挑战 没有人挑战 后面大量的技术出现 都是在这个各位共识 很多的各位共识 很多的技术 包括我个人感觉像 SDN 那像这个什么 新的网络技术 其实是在 都会控制上 发生电话 他想这个在都会控制上 做一些转账 我觉得这都会不可非议 但是我们把它的 规定定位要更清楚 它不是一个新的警觉工 它是一个 都会控制的一个新技术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我要再重复一下 柳文社会先生 去年在这个 新闻大学年龄的时候 有一个报告 他讲到了 互联网络体系 结果的强大的生命力 在哪里 讲的极力 第一点呢 当初的设计 不是为了任何特殊的应用 而设计 它不为任何特殊的应用 是为了通用的应用 这是布料的出租 这个出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吧 它就像明星变异团 在收入数据 这个数据上去传持核的应用 第二个呢 它这个布料的技术 要运营在任何中心 是不在传承网络上来的 布料自己没有自己 传承的传承 是不在任何网络上来的 它是 连接别的网络 别的中心系统的一个网络系统 所以它是要用在任何中心 它必须使用 恰恰是这两套 它形成了估量的记忆 我们说它是记忆 向上支撑所有的应用 向下使用所有的网络 这是它的记忆 另外呢 它特别厂调 估量的创新 这么多年在哪创新呢 主要是在边缘上的创新 而不是在核心上的创新 就是不给你增加任何新的应用和服务 而改变多 这是估量的最后 也是出新 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会已经认识 在任估量的区域 是这么多年 你走开 第四个呢 就是预理有逐步的困难性 这个刚才文哲 我现在也特别说了 当时七三年设计的时候 确实没有想到 这个八三年之后 还没想到 怎么了 现在它意味着呢 其实除了应对这个 还有年龄的 但是高速会 不扩大 不难发跃 同时呢 我们要为新的协议 新的技术 新的应用呢 呈现一个开放的环境 向上向下的开放 其实 成就了今天 真的 这个重大经济效益的 NASA 上市公司 它真是没有一个是做 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都是做的应用 做通讯的也是 很大的方法 但是这个互联网是中间的 那么互联网的这个技术呢 开发呢 是由它的 独特的核心 技术开发和标记组织的 什么叫AETM 这个我们在很多厂上说 我叫AETM 不是我们的 ISO 就是我们的国际办法组织 也不是IPO 它真正的 标记组织是在这里的AETM 它的重视呢 就是保持互联网平稳的发展 又要平稳又要发展 解决互联网不但出现新的问题 它最高的这个 决策成效 就是理事会 所以我叫做Intern的 Intern的安全之后 我知道这极极结构在它里面 多么重要的 它的主要领域 大家可以看 也是绝绕网络的时候 传统的时候 商家来展开 保护安全等等 活跃的公司 常常有100个活跃 不足的紧别 无量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不足大挑战 牛大挑战 这些都在 不断地去处理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看到 8000多个互联网 现在 现在中国科技人员大 大陆的科技人员大 现在只有不到100个 我们在这里面 应该算是它的初线 在2005年 以前 我们国家那个下载 互联网这个研究计划 开展之前 3000个标准 只有中国的一个标准 这一个标准 这一个标准 就是互联网中文编网的 转换标准 不是合成的标准 这个应用技术 所以我们知道 互联网的合一技术 像某种式的出现者 甚至比CPU 比操作系统 还要 还要小 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中国当时的 下一代国料的研究计划呢 是在03年 01年进行这个 战略研究 03年国务院 这一个组组批股 是吧 回忆当时我们的认识 其实就是这样的认识 是吧 一个呢 认为 这个发展国家在做 我们也应该做 它是改造反战的 我们应该做 第二个认识呢 中国历史不够 我们继续要密集 是吧 在IPU的内容有更多呢 这个是改造反战的历史机会呢 我们有可能 在这一代表演 在技术上能够了解很多 是吧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知道 当时的互联网的IPU 其实还没有大量的 工程技术 成功的经验 直接有个协议标准设计 这个格式 传出格式的设计 用它行众毛毛 当中它没有 获得这种借鉴 整个一样的样子 我们需要去应对这种抗战 另外这个海量历史 会带来新的民众的 工程的抗战 我们也知道 这是当时的一个分析 在这个分析下呢 这个 国院批复了 你叫 中国下架工要师 和工程生间 国家全院 是最佳我们的主任 带领我们 这个 做了好多年的工作 这个 就是在08年的时候 五年 这个前五年应该算 还是很辉煌的成功 当时这个 在这个 清华大学进行了 这个五年的这个小学 是吧 当年被评论 这个中国 史达克地进展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 宅人航船 第二名就是 下两个 我记得很清楚 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是 完成了 全球最大的一个 IPvigor实探务 采法的一批中大零 都是非常的绝对 都做 全国实际上有几百个 包校 科研单位 企业参与 我们在座可能 有很多行为参与的 这个事情 这个当时呢 这个成功是 有无功 这一阶段的成功是有无功 当时 在这个省中以后呢 有制定了 中国下大负量 发展了多些多的时间 比较多 今天看起来 和我们刚刚发布的这个 来看 你比一比啊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时说的是 03年10年 就是我们这个 五年 应该说基本完成了 11年到15年 是过渡期 16年到20年 是完成过渡期 我们看看差了几年 我们的进度 怎么能差了五年 差了五年 现在我们 就是这个 2020年要完成了 恰恰是我们15年 15年当时应该 就是自动场的 这五年就大部分时间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不管什么说 通过参加这个 CNN项目呢 其实我们还是 有很多的实践和体会 是吧 我觉得这个 起码从 我是负责这个教育网 教育网 这个来承担过 CNN和项目 经过这么年 我们也有些 这个 这个取得的沉默 和一些经验情愧 一个呢 当时我们建成全球最大的 纯IQE的固域 另外一个呢 全部采用的是 主要采用过渡社会 当时的过渡社会 也很初步 但是全部是有过渡 大部分的采用过渡社会 另外呢 完成了IQE3 成立了专业的工作 并且取得了几十项的 这个ITM标准 应该说 整个的这些简单 通过这个呢 应该说我们是 在这个创新方面 在解析的创新 那种标准方面呢 有了重要的突破啊 主要的数据的信心 中国人也可以 参与这些事情 另外一个呢 我们现在深深体会到 互相体结构的核心进行 是创新的重点 这个需要我们俩 去承识支持 这个产业的协调创新呢 应该说 是中国的关键 因为在这个核心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很多企业 就做了很多像 华为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中国很多企业是参与的 当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企业就变成了 互联网IETF参与者的第二个 美国是第一 中国第二个 这个当初这是 我们后面的这个 最近几年的这个 国际标准的这个 这个指令 从于5年开始 中国逐渐的有个标准 到现在为止 8000多个的 我们现在有 整定80多个 现在有20多个是 清华大学 还有几十个是华会的 还有一些国家企业 当时实际上 国外对我们这个世界上 是有很高的评价 在美国 这个我们这个奥运会期间 是做了很多的演示 是吧 在这个2009年 美国的一个内部 咨询报告里面 对国会的咨询报告里面 特别坦荡 中国 实现 IETF参业 是通过实现IPv6 来明显的转变 互联网空间的努力 对中国的这个战略意图 他的认识 比我们可能还会好 认为你是在这个 新的空间里面 在用更多的将军 另外 他们认为在 208年奥运会上 有突出的表现 这是他们的评价 确实 温社会先生当初 后面今天来的一个 对我们的一些进突破呢 也是给我们了很高的评价 国家其实在这个之后呢 一直没有轻职 对IPv6和下载国家的这个 号召 推动 和动作 像10年 列入战略中间产业 21年 国务院常委会 部署下载国家的产业 后面的这个 12个规划 13个 就是12个规划 等于国家都有 是吧 可惜呢 在那个 2012年之前呢 中国确实保留了 全球互料网 IPv6最大规划 大概是四五百万 但是呢 从2012年开始 IPv4地址 使用完美开始 国际上 这个IPv6的发展 就突然不及了 我们这个大会 口门报告里面 还要讲这个发展过程 我就不相信说了 但是 中国呢 确实 就是没有发展起来 是吧 这个 特别之一提的是 2016年 这个 ITF 这个IPv 发了一个重要的声明 从 2016年的 11月开始 所有的国陵网标准 不强求支持 IPv4 但是必须 强求支持 IPv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就是 国际国陵网准备抛弃 IPv4 这是大家的 物能认识 准备就全部转换 所以 这几年 这国陵网的大量发展 和这个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 我们国家的 16年 去年其实还有一两个 工业来努力去 IPv4 但是 今年的行动计划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中间呢 刚才我也很暂时的 这个国陵院院士的 这个分析 关于中国为什么 起了大量感染的 我们自己电视几条 和这个 原本说的 基本上相似 都一一练群 对于我们 新的这个 国家推动 IPv6 下一代国家 我们英文部所行动计划呢 我觉得还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也仔细地去 这个 这个中间的这个 这个目局 认识高度 都是前途的 这个 这个力度 这个目标 我觉得都是非常 需要努力的人达到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这个呢 当然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 总体要求里面 其实在制造市场里面 说的也非常清楚 但是要 要把握全球信息化技术 是吧 基因 这个 基带跃远迁 这个和 带接跃远迁 和网络技术设施 眼镜升级的 难够的历史基因 以协同推进 IPv6部署为主线 以典型应用改造 和特色应用创新 为双组织的主流方向 加快网络技术设施 和应用技术设施的 升级 互法积极构建 自主 技术体系和产生态 实现 互联网向IPv6的眼镜 升级 高速移动安全 翻转的新银来信息技术设施 促进互联网 以经济社会 建立建设的基础 基本原则 总体目标 刚才我演讲 都说了 详细的产生态 包括重点任务 我特别想对两条 做一下 我谈到我们的期术 特别是第四条和第五条 强化完完全 突破关键权技术 我觉得前面几条 都是扩大规模 支架一优 但是我们的基础 就是推动这个IPv6的推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真的不能忘了 IPv6 给我们提起结构的创建 互联网合音技术的创建 带来了前面的机会 在这个同时 在扩大规模 扩大量 扩大规模的同时 我们一定不能忘了提高 我们的质量 在合音技术上 我们要接近 去有大进步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什么安全的 确实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在五大挑战里面 扩展的地方安全性 就是发展的安全性 所以我们应该手心抓住 从这里面了 计划对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其实也给了许多的详细的描述 大家可以服务 我们就不去展开了 对于关键前面技术 就是设置下架布料技术 重新享用 也可以的比较完美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技术 我觉得这两个技术 实际上 都是可以仅仅维要布料体系 结构来展开 只有布料体系结构展开 你才发动这些技术的隶属点 就是它在这个布料体系 而属于什么位置 你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 以这个安全为例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 目前这个安全问题的 这个很多 这个以前我们常常认为 一个封闭的网络 就是我们雇里隔离 或者国产设备 做这个网络 我们这个网络结构是安全的 现在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展 已经明显的看到了 广是把设备国产化 广是把互联网隔离起来 远远解决不到安全问题 因为你使用的是一个网络 这个体系结构 只要侵入被别人侵入 你在里面的这个行为 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按照机关 就一不了然 是吧 所以呢 在体系结构上 如果你不上街的话 网络这些传统的技术 不能进展开 所以我们恰恰就是要在 互联网系结构上 特别是MV6 这个新的机会上 抓住这些互联网系结构的 创新机会 来通过互联网的核心技术 来实现这种和安全的 国家互联网大国产的发展 国家在这个互联网 和互联网的中大发展 战略上有一系列的故事 这个我们就不去展开了 加上新的 最新的这个故事 我们就写上一报 另外呢 国家也有一系列的 中大隔离计划和中大工程 中间对保安全和发展 其他的其实很多专项 都是在这个上面去 开发公共关节技术 开发英文关节技术 我觉得这个 整个国家的这个工具 已经比较完美 最后呢 我还是想再一次重申 这个推动IPv6 大用的这个故事 给我们体系结构的 创新的带来 难得的历史基因 在这里面 我们要强调 布料是和中间最重要的 计划是 布料体系结构 是布料的核心技术 它们要强调 它和CPU和操作系统 一样 是第三大路 我们技术设施的分析 需要很多的 还可以留下来 在互联网的面积 结构创建 大概新的机遇 和挑战的机遇 网络安全呢 实际上要解决 从个部份上解决 必须在其结构结构上行 而不是由定制定 它们要设计 路到一个安全的进行 来实现往后的 彻底安全 彻底安全也不一定 但是呢 总是相对显现 IBU的下一代 国家网络 对于拓战 空间的解决 安全问题呢 是一个重要的范围机会 我觉得这个 实现 落实我们这个 国家的这个 行动计划 使我们需要去努力 我们需要进一步 推进这个规模工程 创新这个国家网络 体系结构 我的朋友 谢谢